哈囉大家好,我是Instracomu的10次時間錄影二十四集的節目 那今天呢,我們最終 我最終決定還是把 就是錄4次影片的時候還是用我們的單元相機錄 呃,之前 就上一集的4次影片錄 用手機錄的話,我們是用這個東西 OK,這個是 專門就是給那種 手機 就是 可以把這個都在你 任何一個腳架上面 只要是尺寸符合都可以倒上去 那就是可以把手機架在你的腳架上 就是利用這樣子的一個裝置 OK,好,那最終決定還是 呃,就是 如果是錄 呃,冰金剛或者是一些其他玩具模型的一些分享的話 呃,就是如果是 沒有面對面這樣錄的話,我就會用手機錄 因為,我如果 用就是面對面這樣錄的話 我會把手機調成那個 自拍的一個狀態,就是用 呃,螢幕那一面的相機錄 那,螢幕那一面的相機錄 那,螢幕那一面的相機錄 的話呢 欸,它的畫質應該是會比較不好一點 然後第二就是說 第一是因為畫質可能會比較不好一點 就可能會跟這個單人差不多 那第二就是說 欸,自拍裡面我沒辦法對焦 對,就是我點螢幕沒有任何的一個幫助 對,所以就是 各位可以去看我上一集 那個二十三集的試試影片 就是 嘖 會感覺整個燈打下來黃黃的 對,沒有錯 那就是沒辦法調 就...就...就...就只能這樣吧 所以最後決定 因為 如果是錄就是 用 手機的那個前面 的那個相機錄的話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而且可以對焦 那 如果用自拍鏡頭錄那就不行 所以呢 就是 最後還是決定就是 如果是 我們這樣面對面的影片的話 就會改成用相機錄啊 好,那這些都是廢話 反正 能看到影片就行了嘛 這管那麼多 對不對 好,我們今天的話不是來錄吃的 我們今天來錄喝的 OK 比較少錄喝的 我記得錄喝的應該只有 印象中只有一次吧 那我們今天錄的這個是 今天去寶雅 然後買到了這個東西 OK 它是一個韓國製的一個 飲料 好,那 品名的話是相機是石榴 OK 非常特別 那我就看到這個 石榴 所以就把它給 買回來這樣 我記得應該還有看到其他的口味 可是就是這個添加物比較少一點 所以就是感覺起來比較健康一點 但飲料可能就是 有含糖都會變肥一點吧 可是就是反正 這個算是裡面比較OK的一個 OK 那 後面的話就是長這樣 你看這個都濕掉了 對 剛剛把冰到冰上 你現在退冰 然後他就 不是退冰 就是沒有刻意退冰 就只是拿出來 然後他就 開始 流汗了 好啦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打開吧 應該不是汽水 好 那今天準備了一個這個 小型的一個這種 你可能去餐廳 就是喝酒啦 或什麼東西 反正就是 裝飲料的這種小瓶子 餐廳常常會看到 OK 我特地準備透明的啦 因為就是想說 讓大家看清楚它的顏色 以前都是用 白色杯 或黃色杯 或一些 沒有顏色的馬克杯 那個的話可能會有點色差 那這個透明 純透明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把它倒進來 倒 倒出來 好啦 那這個建議各位就是如果這種 你可能在大賣場 或者直接便宜商店買到這種 鋁罐裝的飲料 今天還是沖一下 因為怕會有一些寄生沖 我們在這個 瓶口的部分 所以 但是已經有沖過了 我今天就把它給倒出來喔 OK 好 倒出來是這個顏色 還滿 不意外的 好啦 它是有一點 就是 就是紅紅橘橘的這種顏色吧 欸有橘嗎 因為我現在戴著墨鏡 其實 其實會有點色差喔 反正各位自己看一下喔 這個 我看一下是什麼顏色 橘色 橘色很像胡蘿蔔 胡蘿蔔之類的東西吧 好 欸 不是東西啊 它 就是顏色有一點點像 那 就 喝喝看囉 好啦 先玩一下 喔這個 有一點點像那種 我現在比賽 好啦 就有點像那種 糖 軟糖 那種Q 就有點QQ的那種糖 那種味道啦 好啦 有點像感冒糖醬 沒有啦 是說顏色啦 好我們先來喝喝看 第一口 喔 喝下去的瞬間 舌頭上面會很酸 其實也不會很酸 就是 會酸 對 那後面的話就會變得比較甜一點 那 就是 沒有什麼 太特別 就是 很正常的味道 對 就是果汁 這種味道比較少見 就是 不會說很 難喝 還怎麼樣 就是 也不會說特別好喝吧 我覺得啦 那就是還不錯的一個 飲料吧 好 把它喝完 不要喝完 再倒一點出來給各位看一下 一點點 好 沒有玩笑 我本來以為它裡面會有果肉 對 OK 好 本來以為它裡面會有果肉 因為看這個 石榴 本來以為它會有果肉在裡面 結果 沒有 好 好 那就 就這樣 它是石榴醋耶 這邊你們看到 石榴醋 沒有要對焦 OK 石榴醋 還蠻特別的 不常喝到這種石榴果汁啦 那還不錯喝啦 可是就是味道不會說 特別的好 或特別的壞 那就是個果汁 OK 不錯喝的果汁 好 那現在來給它打分數吧 我們給它 4顆星好了 OK 分的話5顆星 那這個期待不錯 就是 好喝的果汁就對啦 好啦 那大概就這樣 那這個的話 是去寶芽買的 那 Seven的話 或者是其他便宜商店 因為我大賣場 我不知道有沒有吧 反正這個就是 因為剛好去 然後就 欸 就看到這個東西 還蠻顯眼的 然後就 看一下說 欸 好像沒看過這個東西 那就把它買回來吧 那我也不知道這個東西 什麼時候出來的 反正就是沒喝過 沒看過 這東西 然後這樣它就是石榴 是 我比較長 比較不常會看到 所以反正就 買喝看吧 好 那大概就這樣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看 家裡服務廳的便宜商店有沒有賣 或大賣場有沒有賣 其實我並不知道 這個是不是每一間 大賣場或便宜商店都有賣 反正 保雅確定會有啦 好 那大概就這樣呢 今天的節目呢 就好關鍵的節目就算了 謝謝觀賞 我們下期再見囉 掰掰 掰掰